再次欢迎学长学姐们回家 此刻你们的心中有什么话想对母校说呢 赶紧向母校来报道吧 大家好 我是05展示设计班的李迪 我代表我们班向母校报道 各位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 各位学校的领导们大家好 我是05审计班的毛子俊 我代表我们班来向母校报道 谢谢我们的学长学姐们 刚才在最后一位发言的时候 竟然有欢呼声和掌声 为什么呢 他是我们的青年演员毛子俊 同时也是我们这才的校友 同学们你们的欢呼声在哪里 谢谢 谢谢你们 其实特别感兴趣一个问题 刚才您说是学审计的 是什么样的渊源 一下子走入到演员这个行列当中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不做演员的话 我一定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审计师 优秀的学长 因为一些机缘巧合的关系 就没有从事自己学的那个专业 所以今天其实回到学校非常的激动 然后十年了没有回来过 然后走在学校的路上 其实今天脑子里面有很多的画面 我想到了当时第一天来学校报道的时候 想到了第一个迎新晚会 然后第一次社团的招星 还有每天晚上那个从阶梯教室出来 然后跟同学去操场跑步 期末的时候在图书馆 让他们帮忙去站位 还有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是第一届选修课有游泳的 所有人都在电脑面前 想要抢那些有限的名额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然后我觉得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是非常的美好的 然后特别感谢我们学校给了我们一个 这么好的学习还有生活的环境 让我们有一个特别积极健康 同时又一个特别好的心态 在进入社会以后去对抗那些遇到的困难也好 磨练也好 所以非常感谢母校 在这里祝母校四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我们为我们是这才人感到骄傲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毛泽俊学长 谢谢 也请我们的09十个师姐们入戏落座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刚才我稍微了解了一下 说我们毛泽俊学长是在学校的时候参加过一个社团 叫青藤话剧社 青藤话剧社 现场是不是有学弟学妹们 现场有没有青藤话剧社的同学们 有吗 有没有 希望你们也可以像毛泽俊学长一样优秀 也许也可以做上一个演员 Oft无论 永远 了 谢谢观看